過年期間卻爆發了臺灣旅遊團 在越南遭到丟包的事件 而這群受困在富國島的臺灣民眾 有兩百多人 其中一百五十四名旅客 總算在今天傍晚返回臺灣 而他們一下飛機接受到媒體訪問時 還是難掩怒氣 痛批這回花錢跟團 卻變相變成了自由行 而且旅客指控 明明是參加親子團 晚餐時段卻被要求 跟小孩子分開在兩個餐廳用餐 提著大包小包旅客略顯眷容 因為這趟旅程幾經波折 被旅行社丟包在越南富國島的 臺灣旅客一百五十四人 搭乘越竹航空 終於在十三號傍晚五點多抵達臺灣 花錢跟團卻被置之不理 當然不好受 頂隊 沒有地培 當初說要有這些資訊的 而且都沒有 自立自強 請司機帶我們去 去吃東西 讓人家進到房間裡面 這房間 房間裡面竟然有住人 第四天 第五天我們都是 放任自己的行業 自己叫車 自己吃飯這樣 人家都敢出生命 為什麼年代不敢出生命 滿腔怒火搞得就像自由行 全靠自己來 另一位部落客斷斷一家十二口 直到凌晨都找不到飯店 那我先生就想說 因為我們現在小朋友 就是已經八九點都還沒有吃飯 他們會很餓 他們就回答我們說 既然你們餓你們不會先去 自己吃東西 有一天晚上 就是真的弄到小朋友 到一兩點 可能才能入睡的問題 人生地不熟 大半夜的海狼狈在路邊 等著換飯店check in 沒得住就算了 連吃晚餐時 都要親子團的父母 與小朋友分開 小朋友不能定位 然後他說 請我們跟小朋友分開 請我們跟小朋友分開 小朋友去吃隔壁的寄宿餐 然後我們去吃加西諾的餐餐 這樣子 然後我們應該沒有辦法 誰有辦法可以跟小朋友分開 還會跟年代訂票嗎 不快 絕對不會 旅行團收了團費 卻沒妥善安排 旅客想出國度假放鬆 卻先氣到內傷 如今終於平安抵台 也已經是這趟丟包 驚魂祭中 不幸中的大幸 記者綜合報導 會不會 跟小朋友們 有問題